焦点192内分泌的调控 有些激素可促进某些生理作用 有些激素则具有抑制作用 仅有激素间的解抗作用与血酮作用 共同维持体内恒定 例如在血糖浓度调节的作用中 深糖素与胰岛素具有解抗作用 深糖素、肾上腺素、糖比则素则具有血酮作用 共同增加血糖浓度 负回馈控制 激素的浓度受到负回馈控制调节 以维持恒定例如甲状腺素浓度的调控 夏氏丘所分泌的TH 触甲状腺素次素 可经由脑垂腺门脉的运输 作用于脑垂腺前液 触使脑垂腺前液分泌TSH 甲状腺次激素 TSH经由血液运输作用在甲状腺素 促进甲状腺的生长与分泌甲状腺素 透过负回馈控制的机制 维持TSH与甲状腺素的浓度与正常的生理功能 当甲状腺素浓度过高时 则会抑制TRH与TSH的分泌 进而抑制甲状腺素的生长与甲状腺素的分泌 当体内甲状腺素浓度过低时 TSH的分泌会增加 促进甲状腺的生长与甲状腺素的分泌 正回馈控制 激素也可透过正回馈控制 引发特殊的生理反应 例如密乳反射 胃部母乳时 婴儿吸损乳头 刺激乳头的感觉受气 乳头的感觉讯息传递至下四丘 引发下四丘分泌PRH 催乳素释素 PRH刺激脑垂腺前液分泌PRL 催乳素 催乳素刺激乳腺制造乳汁 乳头的感觉讯息 也可刺激脑垂腺后液释放 催产素 催产素引发肌上皮细胞收缩 使乳汁排出 乳腺周围具有肌肉特性的上皮细胞 称为肌上皮细胞 当肌上皮细胞受缩时 可促使乳汁排出 乳汁的流出 使得婴儿更加吸损乳头 乳头受气接受到更多的刺激 并传递讯息至下四丘 透过正回馈控制的机制 促使乳汁可于短时间内大量排出 婴儿的吸损刺激 也会抑制母体下四丘分泌GNRH 促性腺素释素 使得脑垂腺FSH和LH的分泌减少 因此母体受乳期间 卵巢周期和月经周期会暂时消失 血压的调节 颈动脉和主动脉管壁具有血压受气 可侦测动脉内的血压变化 肾脏内的入球小动脉也具有血压受气 可侦测血压 颜脑对血压的调节 颈动脉和主动脉管壁具有血压受气 可侦测动脉内的血压变化 血压受气的讯息传递至颜脑的心跳与血管输缩中枢 可引发自律神经的反射作用 当血压上升时 交感神经的作用会下降 同时兴奋负交感神经 引发心跳变慢 血管疏张等反应 使血压下降 当血压下降时 透过兴奋交感神经 同时抑制负交感神经 使得心跳变快 血管收缩 交感神经也刺激肾上腺水脂分泌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亦引发心跳变快 这些作用皆可持血压上升 下四丘对血压的调节 下四丘透过神经与内分泌系统调节血压 血液渗透压增加会刺激下四丘的口渴中枢 随之产生口渴感觉而有饮水行为 同时促进脑垂线后液释放ADH抗力尿激素 ADH可增加远区小管和急尿管对水的再吸收 与促进血管收缩 这些作用皆可使血压上升 ADH可增加远区小管 与急尿管对水的再吸收 与促进血管收缩 下四丘也可调节胶感与负胶感神经的活性 例如下四丘透过神经路径 可兴奋交感神经 可使血压升高 AMP与RAAS对血压的调节 当血压上升或血量增加时 会使心房伸张程度增加 会刺激心房分泌AMP心房排纳态 AMP会抑制肾小管对纳粒子的再吸收作用 而降低血液的渗透压 使血压下降 血压偏低时 引发RAAS 肾素血管收缩素全固酮系统的作用 肾脏内的入球小动脉的血压受器 会分泌肾素 肾素会促进肾上腺皮脂分泌全固酮 全固酮会促使肾脏对纳粒子的再吸收作用增强 进而升高血液的渗透压 再经由血的水分的渗透而增加血液体积 使血压上升 血压下降时 肾素会活化血管收缩素 血管收缩素会促使血管收缩 而增加血管阻力 促使血压上升